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机构联系还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比如说贸易战 那么贸易战会损害具体的行业的利益 那么它就会有人到政府去游说 所以说让政府在他们的行业打一个特例 不要把我们这个行业列在这个制裁的范围内等等 再有就是比如说军工 军工它符合美国的全球的利益 所以它会在美国各个地方都要建立自己的各种工厂 这也是一个就是说搞军工啊 它肯定是一个肥虚 因为它搞军工它可以满天要价 那么美国的政治呢 又是说你不能军工都在一个州 你不能都在这个比如说加州 你让我支持美国的军事开支 你必须在我这个州也搞一些企业 所以呢 基本上美国的这个军工啊 在美国所有的州都必须有 有企业参与 这就是一个政府和企业之间那种密切的联系 兼容资本呢 和这个行业的和政府的联系呢 就更直接了 因为政府财政大臣啊 然后呢 政府总统指令这个比如说美联署的这个头领 都是需要政府去指令 那么财政大臣任命 他基本上都是从金融界里边的主管里边去找人的 所以呢 像08年经济危机的时候 当时就要决策到底旧不旧事啊 那么旧事的话 这里边呢 就呃 这些呃 当时财政部的主管 呃 这个主管 他就是这个华尔街的一个呃 原来的一个呃 投行的主管啊 所以呢 就说他们呃 会在政府出台各种政策的时候啊 从他们具体的这个投行的利益出发去搞决策啊 你看呃 20年21年呃 美国砸钱给老百姓每个人发1200啊 1400啊 他为什么要去砸钱呢 就是因为金融资本看到了啊 如果不砸钱 那么呃 呃 人们的呃 车贷 房贷啊 各种贷款就会还不起 就会造成系统性危机啊 所以呃 美国政府的决策 他必须考虑呃 金融资本的利益 而这金融资本的利益 是首先要考虑的啊 你比如说当时呃 当时有一个 因为美国这个右派呢 他们特别呃反对这个政府的呃 赤字啊 他们有个叫查党 对吧 查党就是反对政府赤字啊 那么呃 08年经济危机时候又开始砸钱了 呃 那么有个查党人说 那么我们呃 不担心的赤字了 人家就直接说了 咱们先灭火 你先灭火 你现在 现在你要是担心赤字 你不你不灭火 最后整个全烧掉了 对吧 啊 所以他们懂得这个问题的 所以他们一点不傻 他们不会啊 不会把自己的这个呃 嗯 命运绑架在自己的教条上 啊 这就是呃 垄断资本 金融资本 和这个政府的关系 啊 这里边呢 还有一个层次呢 就是呃 财团的 不管是实体经济的 还是这个金融的 还是这个金融的 他们往往呃 呃 离开实体到政府呃 呃 变成要员啊 那么政府呃 干几年 他们又转身 又跑到这个企业里边啊 你像那个呃 呃 原来那个呃 呃 Exam Mobile 啊 那个主管 就是石油公司的主管 有一段时间 在呃 在那个川普 当总统的时候 他是国务卿啊 啊 那 后来他跟川普闹的矛盾越来越多 所以他最后辞职走了啊 所以这种高管啊 呃 企业啊 这个呃 金融行业里面的高管 变成政府里的官员 然后政府的官员 又变成企业的高管 他们之间来回转 这个是很普遍的 啊 你是 对咱们要分开 就是霸主呃 第二世界的列强 和第三世界国家啊 咱们要分开来 呃 呃 霸主呢 就是很容易转嫁危机嘛 啊 他美国 比如说对这个呃 希腊的主权 债务危机 他就强迫人家 呃 去还嘛 他云 他能救自己的 垄断资本 他肯定不会救 希腊的啊 那么呃 全球这样的例子特别多啊 就青年金融危机也是一样啊 那么呃 第二世界的啊 没有人家 那个人家 你 看 没有人家 有 那个人家 你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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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